说到西藏佛教 我们自然就会联想到转经轮 转经轮使用起来十分简单 以至于它的效果经常被人们低估 事实上 转经轮是强大而有效的工具 能为我们的修行累积大量的功德 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心灵的觉醒 也能让我们所在的空间充满智能量 请继续观赏接下来的内容 转经轮基本上就是一个装满心咒的空心圆柱体 我们可以使用任何佛菩萨的心咒为它装造 大多数的转经轮内装的都是观音菩萨的心咒 所以转经轮也经常被称为马尼轮 客气量的转经轮内装的都是金刚鱼胶某的心咒 也都经由金刚鱼胶某的经纹加持过 转经轮大小不一 小的就像种手持式的转经轮 中型的则安装在寺院外围的壁坎内 而那些大型的转经轮甚至还会设置在特别的转经店内 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的转经轮属于手持式的转经轮 它的外部通常会刻上心咒、本尊项或吉祥符号 轮体通常安装在金属制成的中轴上 而中轴的下方则连接一个木手柄 轮体上挂着一条短链 而末端借着一个金属小球 有了这个金属小球 我们只需要轻微摆动手腕 就能转动经纹 它提供动量 让轮体只依靠少许的动力 就能持续旋转 它的重量也有助于伪定 轮体使旋转更有规律 首先用转经纹轻轻轻碰触您的耳头 然后发强大的怨心 例如 然后以顺时针的方向转流经纹 如果您不小心逆时针转动经纹 也请别担心 证物者不会伤害任何人 所以您也无需担心 会遭遇任何不好的或负面的事情 只要确保下一次使用正确的方法就可以了 努力确保自己正确使用转经纹 这件事本身就是在训练您的觉知 在转动经纹时 您应该将它握在腰部的水平以上 做下来的时候 您可以将转经纹的手柄放在膝盖上 尤其当您使用的是又大又重的转经纹的时候 您可以使用任何一只手转动经纹 如果您想要获得金刚鱼加母的灌顶 那就使用左手转经纹 如果您本身已经是一名金刚鱼加母的修行者 但注意谦卑而不想公开你的修持 那就用右手转动经纹 结束时再度用转经纹轻轻碰触您的耳头 然后念诵回向文 我们可以将转经纹视为一种额外的修持法 让它协助提升您的一切福德善也 您可以在念经 宋咒进行日常仪轨 或在客家禅修灵等县地绕博时转经纹 您甚至可以在看书或看电视时使用转经纹 这意味着您可以一面观赏自己喜欢的节目 一面也累积其功德 每转一圈转经纹都会产生 跟念诵其所含同等星咒数量的功德能量 所以如果你的转经纹内 创了500个金刚鱼加母的星咒 每转一圈就会产生与念诵500遍 金刚鱼加母星咒同等的功德 让我们想象一下 假设您每天花30分钟修持日常仪轨 在这30分钟内 你共转动了经纹6000次 这意味着在您修持仪轨的半小时内 你已经累积了相当于念诵300万遍 金刚鱼加母星咒的额外功德 如果您使用了下小时 克切拉制作的转经纹 那更是跟金刚鱼加母 结合甚深缘分的好方法 这么做并不需要事先接受 金刚鱼加母的灌顶 或遵从跟这项修持有关的日常功课 话说如此 我们必须记得 转经纹并不能替代日常异轨 它只是一项辅助修持 为你的心灵成长累积额外的功德 转经纹可以用来净化我们的恶业 治疗我们身体的疾病和内心的烦恼妄想 您可以透过两种简单的观想法 来提高转经纹的效果 另一种观想法 是先观想转经纹的心咒散发光芒 这些光扩展延伸 覆盖您的身体 净化您身体的所有疾病和烦恼 光也净化了您心相续中的负面想法和负面印记 然后将这些光扩展到所有六道终身 强烈想象光将它们的痛苦和恶业 一一净除 第二种观想法也以同样的方式开始 先观想转经纹的心咒散发光芒 但这一次光将您的恶业 妄想 障碍 疾病和灵体的伤害都勾住 随后这些负面的东西都被转经纹吸收和净化 因为心咒本身就是诸佛的化线 我们用这种方式将自己净化了之后 再将观想扩展至一切友情众生 他们的一切烦恼与恶业也同样被吸收入转经纹 现在一切众生包括您自己都已经得到了净化 并从一切痛苦中解脱出来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适用第一种或第二种观想法 我们应该以恭敬的态度来对待转经纹 就像我们对待佛像和佛典一样 在不实用时最好将转经纹跟其他的生物放在一起或放在佛坛上 最好能将它直立放在架子上或在容器中而不是平放 并在容器中钻满珍珠或其他的半宝石作为供佛的供品 不要将转经纹放在地板上或带入余式 也不要将它跟不恰当的物品放在一起 尽量不要弄掉或损坏您的转经纹 如果您不小心损坏了转经纹 请尽可能修复它 如果真的已经无法修复 请将新皱卷取出 并将它们放入新的转经纹内 在使用新的转经纹之前 您也可以为它进行开光和加持 希望我今天的分享 能让您对转经纹和它的好处有进步的了解 转经纹的体积虽小 却能为您的修行累积大量的功德 让您跟佛结云 加持您周围的一切众生 并使您所在的空间充满正能量 有些西藏经典甚至还指出 转经纹能将它的周围转化成佛净土 那是一个有利于我们获得证悟的环境 由此可见 如果你能将转经纹 融入在生活当中使用 您会发现 它将给您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带来更大的利益 尝试一下吧 亲身去体验转经纹所能带来的转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